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又见面了 今天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个独立屋 然后先介绍一下它的面积 它的组成是864sqft 然后二楼是1174 一共是2038sqft 我们先介绍一下房子 然后再最后公布这个价格 好吧 这个进来就正常的是一个车库的门 进来 然后这里是挂衣服的一个地方 好 它是这样设置 然后又转过来 这边有个半侧 但是你看它这个房子 都是楼上是 组成是9尺 然后它这个门都把它升起成8尺的门了 OK 对吧 然后它这个房子 这边就是 这边是一个小的一个衣帽间 所以那边是客 就是说正常的大门 正常大门是在这边 这边它是一个进来的一个大门 它也是九尺的门这样子进来的 但是它这个房子 它是以这个楼梯为分割 这个区域的 就是说进来以后 这边你可以是挂衣服的厕所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 因为它是为了方便吧 就是说你可以从这直接进入客厅 嗯 也可以从这边转过去 这种客厅 嗯 两种设计 因为它如果说这边做一个门呢 就是把它做成挂衣服的 可能就比较堵了 有点感觉 对 就是说它就是呃 完全就是这样子把它打通了 就这样子过来 可能每个人喜欢 和有的人不太喜欢这种设计都有 那好 对 但是走过来以后 它是 你可以看到这一排啊 它都做了这种小小的这种窗户 对 像透气窗一样 对对 它这样子的话 就我们先看一轮 所以说它这样走过来 呃 有的人可能就觉得 还上台阶下台阶 嗯 很奇怪 对 它这是把它做成一个餐厅 因为一般的餐厅都在 靠边嘛 但是它是 把这边作为一个工人区 作为吃饭的一个餐厅 好 作为一个餐厅了 但是可以整个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一个正方形嘛 对吧 不能说绝对正方形 我讲的意思 对好 但是好正正方方那种感觉 然后它里面把所有的不同的工人区把它摆在这 嗯 这边放了餐桌 再放餐桌 对吧 会客室 对 这边是会客室 对然后这边你看大家也看到了 它没有放壁炉 然后这边有一排的那种小窗户 放线也非常舒服 嗯 这个位置也够大 哇 它那个窗也好大 是 窗户灯很大 呃这边你看它也是个大的一个 落地 落地的一个 哇 看去到对吧 出去就是露台 嗯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央岛 这中央岛 我们一直 对 但它特别长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呃 我们呃以前我看的房子我可以下次介绍就是说 它这个岛啊 它有个设计是这样放的 它把它拉长了以后呢 正常过来的话 我们从这过来 其实是到这儿就没有柜子了 啊 你知道正常 但它这个房子设计呢 是它带你这边也完全加上柜子 这边还给你做了一个小的office 嗯 对 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对你说的很对 它这个台子非常长 非常长 对但这个也是标准的 我们看到 是两个的 两个小的zake 然后这个油烟机还是不错的 真极了感觉挺好的 这个也是 这是应该是标准的吧 标准的 但它也有一点升级了 因为这个要不然不可能是这个度啊 因为我们看到正常的是 比这个感觉还要再差一点 嗯 然后它跪的也是到了顶了 嗯 住到顶的位置 这边一个大的冰箱 嗯 所以说中规中矩吧 呃 这边是一个pantry pantry 对 但是你看它都是大门嘛 你看 哦 这个门是好高啊 对 都做成八尺的门 所以说整个来说这个组成就是非常简洁明了 就是该有的东西就在一个这个里面全部都包包 这一眼你就能够看到的 对 然后它这边因为那边是楼基嘛 没有过去 给人的感觉这边是一个墙 嗯 非常把这个工人区分割的非常好吧 对 大家记得这边是对吧 车库过来的 车库过来 然后这边是他下地下室 因为他没装 做装修我们就不过去了 好那我们直接上楼上 直接上二楼 所以说他这边设计就给人家的感觉 其他两边都通透了 这样的你两边都可以上 对吧 你从那边也可以上二楼 从大门 也可以上 对 但是这个就感觉可能 因为它是呃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 现在的房子呢 大部分的楼梯呢都是靠边的 啊 但这个设计呢是 他把这个楼梯放在当中 中间了 啊 中间的好处呢就是说 他这样的分割的区域就是左边右边就分的完全分开了 嗯 因为如果说你靠一边 你要通过某一个区域才能达到吗 这样他就直接在这就分了 就开始分了 对你想去哪边 看 他这边有一间房间 嗯 不算太大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双人床 就感觉这个房间挺方方正正的 方方正正 然后这边啊 走过来 他这里面应该是一个 这个小的挂衣 就衣帽间 小的衣帽间 嗯 对吧 虽然不大 但是也是可以走进来的 对 然后这个也是中规中规 非常实用 嗯 这张双人床 然后这边呢 放一点小的家具 嗯 啊 这边过来呢 他就是我活动区 他这边还是很宽的 给人感觉还是很 对 对吧 就三个人基本上三个人并排走是ok的 然后走过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厅 哇 然后他这边窗户也非常多了 哇 这个窗户就跟几乎跟落地窗是一样 对 是这样子的 对啊 非常大的一个窗户啊 对 光线也非常好 光线非常充足啊 对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 可以这么说 没有特别的 呃 变化 但是总的是非常方方正正的一个实用 然后光线各方面都不错 然后这边呃 也非常宽大 我们就走过去就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区域 这边他过来是一个呃 全侧 外面的一个全侧 但是他也两个洗手台 也还是做两个洗手台 不错 还是不错的 对吧 然后里面过来以后 一个淋浴 然后一个厕所 然后他这个瓷砖做的也挺漂亮的 而且很舒服 对 你这种触感就感觉就是很舒服的那种 有点防滑的感觉 对 有点防滑 有点那个的感觉 对 这边过来就是 洗衣房 对 洗衣房 也非常 正常 然后过来以后是另外有一个小房间 刚才那个很像也是这种步入式的 衣帽间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 然后衣帽间在那边 对吧 对 就是这个房子总的来说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中规中矩 不管是厅啊 楼上啊 都非常实用 对 过来以后这个也非常大了 应该说这个主卧 主卧也很大 主卧都 对 多不小 你看正常的都是 而且就像你说的一样的 他这个柜子也是 他这个柜子都是很大 而且其实还有两边还有空间 对吧 对这个颜色各方面设计也非常稳重 窗很大 我不说 就像你说的 这个走路两个人都轮走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柜子 对 这是 放东西一点问题没有 主卧真的是 大到大到极点了 对 然后他这边 他这个地砖都非常有特色 你看这个 就是另外一种蜂窝状的 对 而且他这个地砖就是很舒服 而且很防滑 就很明显就是防滑 就是你踩上去那种感觉 就是不会 不会被滑到的那种感觉 是的 这个房子真的他的设计 看一看 这个他也弄得很中规中矩 一个大的 进来以后把所有的该有的东西都摆在两边 你看 这是一个 它是双 可以双人那个洗澡 就是可以做的 对 大一点的淋雨 大一点的淋雨 对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卫生间 卫生间 然后两个台子 两个台面 对 然后这边右手 你看就是 而且它是感应式的 我们进来 它自动就会亮 这个是感应式的还是 对 对 但是唯一的就是说 它没有浴缸 把浴缸给省掉了 对 这就是给你看各种不同 各种各样的格局 对吧 你可以要浴缸 可以有浴缸 对 对 所以说它这个整个房子 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 它把楼梯放在中间 然后每个房子 不管是楼下一楼的 是非常大的一个完整的 然后房间 升级 如果大家想买的是跟这个修后 这个样板间一模一样的呢 它的价格感觉 小明天就感觉多少钱 可以 所以它的Basic的价格是47万 那我觉得它要做个升级 总共要加个五六万 总共得要55万左右 没有它这个房子就是 跟大家看到这个一模一样的 包括那么好看的这个瓷砖啊 什么东西 它的是51万 啊 那就没加多少钱 加个三四万 对 就是47万八 就算48万大概就2万 2、3万 3万块钱 2万块钱的升级 对 那太好了 对这个还是非常实用 就是经济实用 面积上2000尺 三个房间 该有的都有 都有了 什么东西都完全都非常实用 好的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人们 请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谢谢